同样是这个防灾的演练要带你来看到的 是这个新北市社会局在新庄的育民公托中心 所举办的消防演练 由社会局长张景丽亲自坐镇监督 接下来就带你来看看演练的实况 小朋友正在上课 突然教室内发生火警 这时老师赶紧引导带离现场避难 这是新北市政府社会局 日前安排在新庄育民公共托育中心 进行的消防演练 社会局局长张景丽亲自坐镇监督 然而在听完消防人员所做的简报之后 随即展开演练 局长表示 藉由演练强化了公共托育中心 幼儿照顾的安全 同时增强托育人员危机应变的能力 我们的公托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那除了平常我们都会来集合 我们相关的一些消防设备 是不是很完善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托育的人员更熟悉 要怎么样碰到问题或者是危机的时候 能够马上逃离现场 所以今天进行了三段式的这样一个演练 那么从通报一直到灭火 然后一直到引导避难 那分别也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我们看到在演练的过程里面 特别把重点都凸显出来 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在紧凑的过程中 完成了消防演练 加上这位可爱消防宝宝的助阵 局长给了100%的好成绩 肯定大家的表现 这次演练看起来都非常的完整 而且我们还派了一个小小消防员 对不对 本来是98分 因为这个消防员又再加2分 所以我们认为是很完美的 目前新北市已有43间公共托育中心 每季各中心都会办理消防演练 好让幼儿园小朋友的生命安全 多了一层保障 永迦乐新闻新装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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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